来喝一杯吗 忙了一天 又不想去酒吧 决定去楼下超市采购一番 有些酒呢 存饮嘉宾不大好入口 那今天就想来推荐一下 简单好操作的夏日Long Drink Long Drink 顾名思义 相对于刷Drink 以口门来说 它的饮用时间会更加的长 一般呢会控制在半小时之内 你的口感跟风味会更加的OK 主要呢就是用激酒 加一些软饮或者是起泡酒 配在一起 激酒呢 一般会选择 Gin Whiskey Takila Brandy Vodka 还有是中国白酒等等 作为激酒 然后配上一些汤粒水 干姜水 雪碧可乐 或者是金桀比尔等等 搭配在一起 但切记就是不要乱搭配 不然口感会真的很奇怪 比如像Soda Cognac 一家可乐 或者其他棕色系的饮料 或者是金桀比尔的话 你就会 怪怪的 Jack Hoke的话 换成雪碧 就 也很奇怪 所以呢 我今天就推荐了五种Long Drink Gin Tonic Jack Hoke Soda Brandy Zakron Ginger Beer Takila Bomb 我会根据 调配方法 采购价格 口感 这三项 来对比 栽选出适合你的 夏日居家客票 A few moments later 来超市挑选一下 我们要买的酒 我来家的黑蓝蜜 Tankarae 南套人都爱建议 Takila Rosé 金鲜鱼 大家如果不想喝太多的话 可以购买一些香的酥饭 我还好喝一下 LATER 包入很多冰 加入一勺清酒 沿贝皮倒入糖里帅 我们管他叫贝皮虾柳 一片柠檬 酸甜口感当中 略带肚松脂的苦味 非常适合开胃酒 和开清理夜晚的第一杯酒 加入一勺杰克达尼 加可乐 一片柠檬 来自甜纳西的香草芬芳 加上可乐的焦糖口感 融合在一起 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经典特调 加油 加入二勺比SOP 巴黎水和一角清零 之前和薛尼斯家族第八代传人莫里斯薛尼斯先生一起共试过 他最爱喝的就是薛尼斯BFOP 加上巴黎水 轻柔的花香果香 以及果腐口感 加上清零气泡的一个加持 让你味蕾瞬间绽放 下酒 加入海浪漠 冰蒸姜汁啤酒 嗯 阳光难吃的首选 融合了加勒比的粗犷 以及活力的口感 值得一试 加入伊萨特吉拉 冰蒸雪碧 加上巴黏 可以不加柠檬片 我的XX是这个人 Strawberry milkshake 那XX 虽然我这个做失败了 但我们一般呢 用的Takila 可以用那种透明萨尔的Takila 然后加Sprite 加雪碧 或者加七喜都可以 Blue Agave 蓝龙色蓝 配合雪碧的一种清零的口感 两者会相得益上 而且喝法相当的霸气 增加了我们零酒的乐趣 下酒 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倾向Soda Brandy Tenicity SOP 加上Perrier 这样一个应用方式 那你喜欢喝什么呢 评论区告诉我